為若使尊重多元文化的課程目標 教育部107學年開始 要將新住民語言列入本土語文領域課程之一 從事教育工作者認為 新住民人口比例增加 基於多元文化角度 應該支持新住民孩童學習母語 應該去支持他們 自己去親近 學習他們自己 那個爸爸媽媽的語言跟文化 新住民語言納入本土語言教學 成為名課語言必修課程語言 另一個可以學習語言課程選項 對此主委工作者表示 學校老師在學習意願調查時候 應該通知跟鼓勵原住民孩童 學習自己語言 所以我們的學校的老師們 要特別的召集我們的原住民小朋友 尤其在都會區的 特別把這一條要告訴他 而且要鼓勵他優先選擇自己的語言 波鴻明進一步指出 十二年國教課綱公告以後 本土語言課程將納入新住民語 對於新住民語成為本土語言產生的疑慮 強調新住民語不屬於本土語言 試圖力的一個語言課程 本土語言是閩課員 然後斜線 然後就是新住民語 他是並列的 他並不是納到本土語言裡面 波鴻明強調教育部規定原住民孩童 必須在語言課程優先選擇自己家庭 或自己族群語言 來保障都會區原住民孩童的 族語學習 記者虎頌 許家榮 新北市巴黎新店採訪報導 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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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